好 接着看下面 当然这汽车得停下来啊 不停开过去就没了情节了 下面说 It came to a stop outside the jewelers 它一下子停在了珠宝店的外面 这个珠宝店的jewler 咱们前面说过不舒服了啊 这店铺的主人名字加鼠格 前面加定格子的 这个停车叫come to a stop 其实它相当于动词stop It stopped outside the jewelers 是一样的 Come to a stop 等于动词stop come to a halt 等于动词的这个hot 都可以表示停 停了下来 这个在本文中用的是come to a stop 我们再看39课 在178页第21行 178页第21行 出现这么一句话 Bruce Charles added But in the middle The car came to a grinding halt 你看出现了come to a halt 这个代表hot还是跟stop一样 在停止的意思 中止 布鲁斯开着车 这又已经开着车了 向着这个他 就是大裂缝 地上的裂缝 猛冲过来 charge 做动词可以表示 用力的往前冲 向着大裂缝开着车猛冲过来 但是开到一半的时候呢 这车子嘶妞一声停下来了 没油了 这个grinding 这grind grind 表示摩擦的意思 你听一圈一圈研磨 grind 所以摩擦的声音停下来 就 能听到汽车的这个 胶皮的这个轮子 跟路面摩擦的声音 叫戛然而止 come to a grinding halt 一般过的事 就came to a grinding halt 可以同时计 就相当于呢 haunted suddenly 突然间停下来了 跟动词类似 多看几个 come to an end 相当于动词的end the movie ended 这个电影结束了 一个说the movie has come to an end 电影已经完了 用它可以对吧 还有come to a close 相当于动词close 也可以表示结束的意思 the meeting has closed 这个会议已经结束了 一个说the meeting has come to a close 这个也像 还可以用在这个搭配 come to a decision 我们做出决定 它相当于动词decide we have decided we have come to a decision 都行 还有这个得出结论 come to a conclusion 就类似于动词conclude 得出结论 这几个呢 搭配类似都是come to a 加名词相当于 它类似于这名词的动词 可以同时记住 这汽车停在了珠宝店的外边 然后呢 后面强劫发生了 咱们看描述的很精彩 One man stayed at a wheel while two others with black stockings over their faces jumped out and smashed the window of the shop with iron bars 这句话比较复杂 咱们先看个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 还是句子主句 主观结构 一个人呆在驾驶 这个at wheel 咱们也会说 在驾驶室 这是一个习语 while 我们说这是while 在这翻译着儿 表示上下文的对比 这个while翻译着儿的时候 注意它是并列连词 上下两句话是并列关系 第二个主语是 另外两个人 怎么样呢 with black stockings over their faces 咱刚才说过 这是一个独立主格结构 with加罗绩主语 黑色长筒袜 然后后面是省掉了 being being over their faces 脸上套着黑色长筒袜 另外两个家伙 未动在这儿呢 蹦出来了 并且用铁棒砸碎了 这个橱窗的这个窗玻璃 好 我们来看看 这句中的一些细节 首先这个 one man stayed at wheel at wheel表示在驾驶室里边 是固定搭配 咱们来尝试记住就行了 叫be at the wheel 这个wheel是指汽车的哪个地方呢 大家可能知道 可以指车轮子 但如果待在车轮子那儿 一开车就压死了 别抢劫自己先死了 不可能是车轮子 wheel还指另外一个 车上圆的地方 指方向盘也是wheel 待在方向盘那里 不是在驾驶室吗 叫be at wheel 这就好理解了 这个wheel在这儿 不是车轮子 是方向盘的意思 那么他在方向盘的驾驶室里边 另外两个家伙 while 作为while翻译着er while翻译着er的时候 一般都得放在句中 它跟前半句构成一个对比 说一部人怎么样 二人另一部人怎么样 一个人怎么样 二人又另外怎么样 做对比的时候 我喜欢读书 而他喜欢看报 我喜欢喝水 而他喜欢尿尿 对不对 咱们对比一下 在本文中 一个人这样 而另外两个人那样 我们再看例子 这个时候 它相当于另外一连词 will rest 这个更正式一些 都行 都是表示er he must be over sixty while his wife looks about thirty 老夫少气组合 这个男的 我看上去 哎呀 满脸的瘦斑 抬头文 我估计 怎么也过六十了 而他媳妇呢 看起来 三十左右 三十郎郎翠 这么一个 表示上下文对 while 可以换成另外一个词 我们再读一下 will rest will rest 这个词比while 更正式一些 类似都是翻译着er 表示上下文的对比 还有这个意思 但是while这个词 意思特别多 我们知道while 在阅读中出现 我们至少得反映出三个含义 第一个是本文中的 翻译成er 它的标志是 一般都放在句中 不能放在句手 它一般是跟前面去对比 你放句手跟随着er去 但是这while如果放在句手 它可能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翻译成当某时 当某时就引导 时间状语从句 这个我不说了 大家都知道 当然还有一个 咱们在前面说过 while放在句手 可以翻译成 尽管随然引导 让步状语从句 这个用法 很多朋友不熟悉 造成阅读的障碍 它不一定是当某时 可以翻译成 尽管或随然 放在句手 我们看一下例子 while she's unlike a girl she can be extremely difficult to work with 放在句手 不可能翻译成er了 但反正当某时呢 不通顺 当她是一个 可爱的女孩的时候 跟她一起工作 是非常困难的 当她可爱的时候 怎么会困难呢 明显后面转折 前面是让步的 尽管这女孩子 是一个可爱的女孩 但是你发现 跟她一块共事 可能是极其困难的 这明显是个让步 而且大家忌忌住 why放在句手 后面如果从句中 这个后面的这个从句中 如果是现在时的话 那一般来说 更暗示 它是表示尽管 因为这个事情 不可能每天都发生 时间状意从句 用现在时 往往是并不太常见的 放在句手 从句中是现在时 一般来说 不出意外的话 都是尽管 这个得注意了 我们再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咱们看 新概念四册的第16课 16课叫当代城市 注意 while 放在句手 我们得enjoy 一般现在时 无论是一般现在 还是现在完成的 都是现在时 一般现在时 在这还得翻译着尽管 这个他们指城市人 尽管他们享受着 他们这个住宅 dwelling表示住宅 四册用词比三册难得多了 dwelling本来是表示住处 指我的住宅 一般翻译成舍下 怎么样 您的住宅叫府上如何 这是非常优雅的 比较拽的一个词了 那么想说他们住宅的 这个舒适和庸俗的奢华 luxury我们讲了 可以表示奢侈豪华 前面banal是表示 俗气无聊的奢华 就家家户户 装饰都一样 但是他们却不曾意识到 他们已然被剥夺了 生活的必需品了 后面转折了 这个必需品不可能 指一时住行 发达国家一时无忧 这个生活必需品 就是指的 什么干净的空气 清洁的水 青山环抱 绿水环流 缠造重名鸟育花香 这个古代乞丐能享受的东西 当代城市人 却完全被剥夺了 这棵书名字 就是当代城市 讲的城市的弊端 注意这 是让步 咱们再回顾一下 以前说过的 07年考研 英译汉中的句子 你看这个句子 咱们见过 今天是复习 我要放在剧手 后面你看 there is 现在是 咱们一般来说 不出意外 反正警管 尽管 有关法律方面 新闻报道 journalism 大家还记得吧 我们在第五课中 讲过 新闻报道 新闻业 新闻学都行 但都是不可数的 在这是新闻报道 有关法律方面 legal是法律的 新闻报道的质量 是差异很大的 variable是不一样啊 有的很好 有的很坏 但有一点是相同的 有一个过分的依赖 reliance 叫依赖 咱们前面说过 在记者之间存在 amonst 就相当于among 加st更正式一些 依赖的是什么呢 看后面这词on 依赖的是interpretation 就是这个解释了 什么解释呢 supply to them by lawyers 被律师提供给他们的解释 就在很多记者之间 存在着这么一个 对于被律师给提供的 解释的过分的依赖 这个不通顺 咱们中文中呢 得用人称主语 不可能用依赖做主语了 这是个无令主语 咱们是谁依赖 记者依赖嘛 然后依赖呢 中国人不喜欢用名词 喜欢用动词 名词换成动词 误称换人称 中国人不喜欢用被动 那好 被动换主动 怎么翻译呢 很多记者 过分的依赖于 律师给他们提供的解释 对 那本拿到了 下面再看 跟他相邻的另外一句话 让你翻译的是后面这句话 也是while while 后面还是 是现代史 甭想了 一般来说都是警管 尽管来自于律师的评论和反馈 可能会改善 这个故事情节的质量 这故事其实就是 上一句话中的legal journalism 法律方面新闻报道 不就讲故事吗 越黑杀人业 风高放火天 描述这些案件的发生 这是故事 但是怎么样呢 但是这是更可取的 这是应该做的 preferable 叫应该的更可取的 对谁来说呢 逻辑主义是 对记者们来说 真正主义是 to do 对吧 动作不定是真正主义 你看有形式主义 有逻辑主义 有真正主义 什么是应该做的呢 依赖于自己 对于重要性的理解 notion 之后翻译成 understand理解 还有呢 做出自己的判断 咱们中文中 用谁做主义啊 it 记者 还有to do 当然用记者做主义嘛 很多记者 应该依赖于 自己对重要性的理解 以及亲自做出判断 就好了吧 尽管有来自于律师的 他们的评论和反馈 可能会改善 宣报的质量 但是记者们 还是应该 这不是应该做的吗 更可取的吗 应该依赖于 自己对重要性的理解 以及亲自所做判断 这个句子 我们讲过 今天是复习 咱们 蒙古之心 再看2008年 考研英语 阅读真题 第四篇中的一个长句 2008年 考研阅读真题 第四篇中的一个句子 他这句话这么说 While Washington and Jefferson privately expressed this taste for slavery They also understood that it was part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backrock of the country they helped to create 这个Well放在巨手 不可能翻成耳了 放在巨手 既可能是当某时 也可能呢 是翻译成这个警管 在这儿 后面是一般过去时 这就不好判断了 两个都有可能了 我们大概看个含义 华盛顿和杰伯逊 这两开国元勋 Funding fathers 他们私下里表达过 对于奴隶制的讨厌厌恶 后面说呢 他们同时也理解 也明白 这个it指奴隶制了 奴隶制呢 是他们这个 这个政治和经济基石的一部分 什么政治和经济基石呢 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基石 什么国家 they helped to create 这是定义从据 省略掉了这个which 相当于which they helped to create 他们帮助建立的 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基石 前面说讨厌 后面又说 他们知道这很重要 明显这后面转折了 那说明前面是让步 不可能当某事了 我们一块翻译啊 尽管这些开国元勋 华盛顿和杰伯逊 私下里表达过 对奴隶制的厌恶 对 但是他们同时呢 也理解这个奴隶制啊 就是他们帮助建立的 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基石的一部分 这个基石叫bedrock 像床铺一样的石头 就基础基石 这个里面我们一看 while也是让步 所以大家看到 while放在聚首 高度怀疑 看是不是让步啊 不见得是当某事啊 这几个特别重要 特别在考试整体中 好 我们回到原文中 本文中呢是儿 而另外两个人 with black stockings over their faces 我们说了 可以看到后治阵语 独立主人 脸上套着长头袜的两个家伙 蹦出来 并且用铁棒打碎了橱窗的窗玻璃 泰勒先生在干嘛呢 和我们说了 while this was going on Mr. Taylor was upstairs 当这件事情在发生的时候 泰勒先生正在楼上 没敢下来 当然也不能在屋里待着 正在看着呢 while 在这儿当然得翻译成当某事了 这是时间状欲从举 当这个事正在发生时 go on 咱们在第二课讲过 这是复习 某事发生 而且一般用在进行试 当这个事正在发生时 是不是也可以用状语 与此同时 泰勒先生正在楼上 与此同时可以怎么说呢 咱们看一看 第一个 at the same time 都知道可以的 还有呢 meanwhile 与此同时 这个也行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第五课刚讲过 与此同时 这个编辑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了 还能用什么 大家回顾一下 meantime或in the meantime都行 meantime单独使用 跟 meanwhile一样是副词 但如果加上in的 这个是meantime别的名词 所以meantime in the meantime都行 这是对第五课制度的副语 本句中也可以把这个while从句 换成这个结构 与此同时 泰勒先生正在楼上 在楼上干嘛呢 不能在楼上看电视了 对吧 他在楼上干嘛 he and his staff began throwing furniture out of the window 他和他那些员工啊 开始从窗户往下 扔家具 来砸这些呆头 他的员工至少有两个 咱们刚才不看有两个售后员吗 那为什么staff用单数呢 一家公司的全体员工 我们说了 这里用单数 开始干嘛 began throwing furniture 开始扔家具 我们说家具是不可数的 在词物中讲过 不能说furniture 家具不可数 开始做某事 began 后面加的是doing 动作员器就是begin了 begin后面加to do也行 加doing也行 start也一样 start to do start doing 差不太多 都是开始做某事 你要非要叫个针针 说加to do跟加do有什么不一样呢 它可能略微有点小的区别 但区别不太大 一般来说 主动发出的行为 咱们用doing好一些 开始做某事 如果说客观发生的一个事 咱们再to do好一些 但是这个区别不是特别明显 在当代音乐中 常常可以看到反例 但是大致上有这么个趋势 本文中扔家具是主动行为 用doing好一些 应该说好一些 咱们再看另外一课书中 28课 134页的第六行 134页第六行出现这么句话 Many of the tourists on board had began bargaining with the tradesmen 有一些船上的很多的这些游客呢 就开始跟这些商人 在讨价还价 began 我们bargain 叫讨价还价 这个动词 讨价还价是主动发出行为 在这用doing好一些 只能说好一些 但你看这句话 It began to rain 天开始下雨了 就很少说 It began raining 很少这么说 天下雨是客观发生的状态 不是人主动行为 天要下雨 娘要家隐 随他取吧 天要假下雨 那没这事我管不了 对吧 这个用的数对的 咱们再看另外 在课文中的句子 在12课 荒岛生活 咱们未来会讲重点课文 58页的第十行末尾 58页的第十行末尾 出现这么句话 Devian journey The boats began to sink 在旅程期间 这个小船开始下沉了 船要沉了 不是我给它凿沉的 自己要沉呢 所以客观的现象 加to do好一些 主动行为 加doing好一些 这是began 还有动词start 开始做模式 这个小区别 可以顺便记住 他的家具 就从窗子扔下去 给它砸那些谁 后面说了 chairs and tables when flying into the arcade 于是桌椅板凳 非也似的 掉到了巩囊街上 这是亚历山大 等于在隐晦的告诉我们 家具不可数 但桌椅板凳是可数的 看到了吧 上一句话中 furniture 没有加 但chairs and tables 这得用复复 文章写的好啊 他一方面讲故事 二来教知识 但是后面这个flying 得看一看 那go 后面在doing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去做某事 比如说我们去购物 go shopping 去钓鱼 go fishing 去露营 go camping 这大家熟悉 但本分钟能不能发现成 桌椅板凳去飞去了 不可能去飞去了 本分钟这个flying 跟go 不是go doing 这固定搭配 该怎么理解呢 这个flying into the arcade 是个飞味动词 在这儿 做一个方式状语 怎么翻译呢 飞野四地 落到了拱郎街上 修饰动词 这个when 怎么出去呢 像飞一般的 飞野四地 落到拱郎街上 这个就好理解了 咱们再多看几个例子 看这句话 the boy went running to meet him 怎么发现呢 这个男孩啊 跑着去迎接他 大家看到 这个go doing 不是去跑步去了 出去迎接他 怎么去的 running 是方式状语 跑着去的 你再看这句话 the girl came bouncing to tell me the news 这个bouncing 来自动词bounce 这个到第15课 会讲到这个词 b-o-u-n-c-e bounce 表示弹跳 弹跳 弹起来 这个女孩子 来告诉我这个消息 怎么来的 蹦蹦跳跳的 来告诉我这个好心 爸爸我考试得了100分 100分 100分 蹦蹦跳跳来的 这种bouncing 在这方式状语 修饰动所抗 怎么来的 蹦着来的 一蹦一蹦的来的 本文中好翻译了 飞也似的 落到了拱狼街上 这个你别说 还真有一个人 被砸中了 One of the thieves was struck by a heavy statue but he was too busy helping himself to diamonds to notice any pain 有一个贼 被一个沉重的雕像 重重地砸了一下 咱们看书中这插图 这个贼被砸中了 看这个雕像 至少都50斤呢 从上市下一两罐一斤 这下来都500斤了 砸了这么一下 但是这个贼呢 太忙着抢钻石了 而没有觉得疼痛 没觉得疼 这个逗号之前 句子简单这么说了 看逗号后 but he was too busy helping himself to diamond to notice any pain 首先这个我们看这个 be busy doing something 忙于做某事 这个简单咱们看一看 be busy doing something 表示忙于做某事 可以没问题 我们也可以把它搭配变一下 换成这个结构一样 be busy with something 忙于某事 这个也行 如果用动词呢 用doing 如果跟一个事呢 加with something 这个都可以 比如说你看这两句话 能替换 咱们先看这句话 他们忙于筹备婚礼 they're busy preparing for the wedding 婚礼要开要举行了 他忙着在筹备婚礼 preparing for 用的对 我们 我说他正在忙于婚礼的筹备工作 意思一样 换成名词 they're busy with preparations for the wedding 后面换成preparations 准备工作 在前面加with就好了 那后面借词不变 动词加for 这个名词后面的借词还是for for the wedding 忙于婚礼的筹备工作 这个都行 都可以 再回来 那忙于做某事 可以用这个搭配 那外边呢又出现一个 to to 这个结构包在外边 就是太忙于做某事 而没有能够怎么样 因为太忙着干这个事了 而没有如何如何 这个结构干脆当一个搭配 怎么背起来了 叫做be too busy doing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由于太忙着做某事了 而没能怎么怎么样 我们说to to结构 第二个to 我们藏着一个否定的含义 比如咱说一句话 他太忙着工作了 没有注意到我们进来了 他太忙于工作了 没有注意到 那notice 没有注意到我们进来了 咱们有一般过的事 该怎么说呢 咱一块钱说一遍 如果他是男的 he was too busy working 然后呢 to notice us come in notice somebody do 对吧 注意某人做某事吗 he was too busy working to notice us come in 这come用动词原型 是个notice代表 notice somebody do something 注意到某人做 这个好了 太忙着工作 没注意到我们都进来了 这是表示非常忙碌 指非常忙碌呢 还有一些考试中 常考的表达 咱们不妨同时记记 举一反三的 咱们多看一看 比如说在口语中 可以这么说 叫be up to one's neck in 或者be up to one's ears in 或者be up to one's eyes in 就好了 什么意思啊 这个东西已经到我脖子了 已经到我耳朵了 已经到眼睛了 整个人都快没了顶了 埋到里边了 这不表示非常忙碌吗 被这个事物埋起来了 脖子只有一个 耳朵和眼睛都是一对 所以脖子用单数 耳朵眼睛用复数 比如说他 忙于工作 he's up to his ears in work he's up to his ears in work 也就是说up to his neck up to his eyes 都行 都可以 这个考试中 考的频率比较高 所以李老师讲一下 咱们讲用目的 咱们听听当年一道 听力真题 咱们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这个女的说的是什么意思 咱们再听一遍 咱们再听一遍 仔细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这个女人说的是什么意思 咱们看选哪一个呢 好 我们看正确答应应该选择 C选项 She'd enjoy coming to dinner another time 他想换个时间 在一块来吃晚饭 为什么选C 咱们把原文 看着原文再评一遍 这个对话中出现了两个习语 可能造成障碍 第一个男的说 Can you come over for dinner tonight 晚上能不能过来 咱一块来吃个饭呢 这个over表示跨度 从这儿到那儿 从那儿到这儿 这个跨度 Come over to就过来呗 晚上能不能过来 一块吃个晚饭呢 第二个女的说 I'm up to my ears in work 哎呀我工作真是太忙了 So I have to take a rain check 所以咱们改日吧 前面be up to when see your ears in 固定搭配就忙于工作 后面take a rain check 也是个习语 但是不知道这个习语 不影响作题 为什么呢 既然是忙于工作 你说的后面该怎么说 你比如说 我们看两个中国人在路上对话 第一个人说 哎呀马上过来来吃个饭吧 一块来吃个饭 对象你的 哎呀对不起 我最近工作太忙 呜 光说到这儿 旁边过卡车 后面那句话没听见 你要是他怎么说 第一个人说 马上过来来吃个饭吧 哎呀对不起 我工作太忙了 改日吧 这不很通顺吗 人之常情 有人就这么说呢 哎呀最近我工作太忙了 我再也不去你们家吃饭了 这有病这个人 不可能这么说 改日 其实我们能认识就更好了 take a rain check 就是改日或者择期在做模式 take a rain check 本意是表示 买东西今天没货 你哪天来货 通知您再过来一趟 派生意 就改日或择期 take a rain check 什么意思呢 当然选C 他想换一个时间 在一块来吃饭 不是不想来 今天太忙了 选C是成全的 这是表示 事情忙碌 就到脖子 到耳朵 到眼睛 可以记住 那么还有一些 比较优雅的表达 比如说 这个忙于某事 叫be wrapped up in 也对 这个wrap rwrap 我们知道做名词 可以表示包裹 做动词呢 就是用纸或布 把它包起来 加个副词up 就完全被包起来了 up 彻底呀 完全被包在某个东西里边了 不是表示忙碌吗 被包起来了 he was wrapped up in his work 他忙碌于他的工作 可以这么说的 还可以用be absorbed in 这些行 absorb 叫使全身贯注 把它精力吸进来的意思 被吸到里面去了 全身贯注 全部精力都在这 be absorbed in 这些行 还可以用be immersed in 这个也好记 为什么呢 因为immersed这个词 如果把后面这个字母 d去掉 immersed这个动词 表示浸泡的意思 在这当然是 被沉浸在什么中里面 被泡在里面 沉浸于什么之中 对吧 可以这么来说 看例子吧 he is totally immersed in the novel 该怎么翻译呢 他完全沉浸在小说里面去 完全沉 就是其他事情没有注意 防他了 他都不知道 完全沉浸在小说之中 可以这么说 这个是忙碌于某事 可以这么搭配 那我们再看一个课文 57课里边 256页的第7行到第8行 256页的第7行到第8行 有这么一个片段 他说 in the new country he became absorbed in making a new life for the two of us so that he gradually ceased to grave 在这个新的国家里面 在这个新的国家里面 他就是我的爸爸在当年的情况 变得完全都忙碌于为我们两个人创造一个新的生活 所以他慢慢慢慢的就不再悲伤了 sist to do就不再怎么样 grave是伤心的意思 这是妈妈呢 去世之后 爸爸在旧的国家里边 触景伤情啊 太痛苦了 就搬到一个新的国家里边 到了新的国家 慢慢的就不那么悲伤了 为什么呢 他每天都忙于 你看这只不过把be no so 或者become了 还是戏表结构啊 absorbing 忙碌于为我们两个人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 所以呢 他慢慢就不再悲伤了 又起了又娶了四个媳妇 我们这个你看be immersed in be absorbed in 别人都可以表示忙碌于